大家好 歡迎收看正知道了 我是鍾年華 最近有幾份民調都顯示 柯文哲已經從原本的第二名 現在變到第三名了 那他民調為什麼下滑呢 是不是跟高宏安 因為貪污案被起訴有關 隨著起訴書完整版越來越多曝光 其實越來越多證據顯示 高宏安不只把助理當作人頭來領加班費 甚至助理也不是如他所講的說 我是自願回捐 是樂捐 而且國庫還通黨庫 高宏安把公款拿去作為黨務使用 然後黨主席柯文哲被問到這件事 他疑問三不知公 我都不知道 那所以現在民眾黨變成全黨挺一人 那高宏安最後會不會變成一人害垮全黨呢 柯文哲要繼續挺下去嗎 難道他們的如意算盤 要塑造成政治打壓 這個如意算盤可以得逞嗎 柯文哲除了對於貪污有雙標之外 對於黑道的關係 他也是雙標 而且不只這樣 他對能源政策好像也搞不太清楚 也是雙標 所以台灣民眾黨 現在是不是已經變成一個雙標黨 郭台銘前幾天才約 侯友宜 柯文哲說 來來來 我們來喝一下大和解咖啡 結果沒想到 咖啡還沒喝 這杯咖啡已經湊味了 變成湊味的咖啡 他隔天馬上痛罵兩個人 說你們兩個都不團結 只會失利 然後昨天又改口說 沒有沒有 我不是在講他們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講誰 郭董最近可能太累了 因為講話常常顛山倒似的 比如說解放軍在我們台灣附近演習 他竟然叫解放軍 你去問媽祖 你們來台灣 他們同不同意 郭董你還好嗎 中國是無神論 那你叫他去問媽祖 在中國媽祖可能都得要聽習近平的 那美麗島電子報公布最新的民調 是告訴我們 柯文哲在各個年齡層 全國各個地區全面落後 所以怎麼樣來看待這個情況 侯友宜真的被朱立倫料中了 我們這要還朱立倫一個公道 侯友宜現在真的變第二名了 第二名了 李乾隆還講說下個月侯友宜會到三十趴 我也不知道這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我們下個月就知道了 那解放軍宣布對台灣軍事演習 不只這樣子他今天還宣布從明天開始要進台灣的芒果 所以解放軍跟中國現在到底來什麼 賴清德告訴中國說不要想企圖利用戰爭的恐懼來影響台灣的選舉 侯友宜跟郭台銘兩個人又怎麼說呢 我們今天會有深入的討論來為您介紹今天參與討論來賓 首先是民進黨新北市黨部的主委何博恩 大家好 再來是作家苦林 你好大家好 律師黃定 晃哥大家好 還有資深媒體人徐千惠 你好大家好 以及國民黨前發言人肖靜宜 晃哥好 大家晚安 還有台灣民眾黨的前新竹市黨部的執行長林冠年 主持人大家好 稍後資深媒體人陳東豪以及林玉慧 還有都會參與我們的討論 另外我們等一下也會連線旅美的教授陳時芬教授 就是很著名的翁達瑞翁教授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高宏安的這個貪污被起訴 這個案子 隨著越來越多詳細的起訴書曝光之後 發現其實檢察官辦這個案子 真的辦得非常非常非常的認真 尤其是小兔他的主任跟助理很多對話都顯示出高宏安 真的不只是個冠老闆 還利用助理當人頭來領加班費 我們來看相關的報導 辛苦替立委工作 時常加班有沒有報酬 助理確實很在意 高宏安助理卻對加班費勤勵很疑惑 關鍵對話記錄顯示 2020年11月助理詢問小兔主任 加班費怎麼計算 3千7好像有點少 小兔則回應加班費不是獎金 還直言先前進來加班的時候 應該就是一口家 謝謝 高宏安堅持清白 不過助理在調查局偵訊時透露 自己薪資比較低 沒被告知過 加班費要繳回 甚至常常加班 曾提出一次加班費請求 確實也只領到過一次 檢察官認定 助理對於加班金額多廣 沒有決定權限 高宏安給不給助理加班費 全看是否會繳回 公委文在離職之後 還持續報加班費 都離職的 還報加班費 怎麼可能是實際在工作 律師更貼出起訴書 小兔主任及吳達偉對話記錄提到 大部分加班費助理都沒份 以及都拿助理人頭領出 再退現金等對話 讓律師直呼 這難道不是鐵證如山嗎 高宏安不回答就是不回答 就連女美教授翁達瑞也看不下去 20號受訪時提到 高宏安明明在民主開放的社會長大 但他的心態卻比集權時期的老賊 還嚴重 高宏安被助理怒 批示苛刻冠老闆 儘管高宏安持續喊冤 但相關不利症 暗詞卻是疑疑曝光 好這兩天呢 其實完整版的起訴書陸續曝光了 那裡面有附了小兔 黃慧文跟其他的助理之間LINE的對話 我們先看這一個 這個對話是2020年11月18號發生的 這這位陳姓的前助理 他是問說 請問兔姐加班費是怎麼計算的 只有三千七好像有點少 他可能覺得他加班加蠻多的 小兔回答他不是加班費是獎金 是以加班費來決定獎金 以加班來決定獎金 你想太多了 先前進來加班的時候 應該就是一口價 他一口價意思就是說 就責任制了 沒有所謂的加班費 但是呢 你加班多的話獎金可能就會多一點 好詳細內容是這樣子 陳姓助理他就覺得說 他覺得加班費太太少了 那所以檢察官說 證明助理對於加班費金額多寡 沒有申報跟決定權限的事實 而且這個陳姓助理還證稱 他說因為他的級別比較低 沒有被告知薪資或加班費要繳回 他的證詞還提及 他的工作是責任制 常常晚上八點到十點也要工作 這部分沒有加班費 也沒有補修 這個證明高宏安是個冠老闆 然後他只有提出一次加班費的要求 也只有領到那一次加班費 就前面講的三千七百塊 還有額外的小紅包 檢方認定高宏安 沒有依照實際加班狀況 合給加班費 而是根據是否會繳回來 合給加班費 所以這個博文你怎麼看 就是說這個證據 這個對話不會造假 所以證明高宏安 第一個他是個冠老闆 沒給加班費 第二個他的加班費 不是依照加班時數計算的 這個我只有四個字送給高宏安 回頭是案 你現在回頭或許開庭的時候 全部承認 全部招逛 或許你還有一時機會 否則我認為高宏安 繼續這樣賦予完抗下去 等於是在挑戰 從過去到現在 那個已經不知道 那個例子都數不清的 相關的助理費的一個起訴跟判刑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司法 坦白講還是有它一貫性 也許判決有輕有重 有起訴有起訴有不起訴 各個情節可能不一樣 但是那個標準 其實衡量起來都差不多 我舉例來說 加班費 其實很單純 加班費就是公費 就是要給助理加班的公費 我再次強調 是給助理加班的公費 所以很簡單 就是你加班多少 就給多少 時報時銷 這個部分 坦白說也沒有什麼獎金不獎金的問題 甚至於加班費怎麼是一口價 加班多就給多錢 加班少就給少錢 沒加班就不能拿錢 就這麼簡單 這是公款 我強調 這是公款 如果高宏安 這是你自己私人的收入 你愛怎麼花 你怎麼花 我跟大家講 中華民國的這個相關的財政制度是 我們的相關的會計制度是非常清楚的 公費這個部分 該怎麼使用就怎麼使用 好那現在這樣 你如果把這個部分當作是 這個助理要回捐 或者是助理要不要配合的一個所謂的指標 那跟這個加班費就已經不一樣 第二個 你知道嗎 這個事情從要起訴到現在 我從檢察官的這個起訴書裡面 看到兩個部分 其實檢察官對他 坦白說真的已經非常寬容 但是檢察官有暗示他 第一個 這個有關 這個永齡基金會 每個月捐贈十萬塊 然後去贊助他一個助理的這件事情 檢察官沒有針對這件事情 特別去追究 可是我提醒大家 這個事情如果繼續追究下去 假設高宏安 他跟永齡基金會 有一個所謂的對價關係 那這個不得了 這個未來恐怕 還會衍生出另外一個路線 檢察官面對你這樣的犯怒態度 你覺得台灣的司法 真的有辦法縱容你這樣子 每天胡扯亂扯嗎 我就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最近很多資料出來 高宏安竟然說 這個是不是有人刻意從檢調那邊 這個洩漏資料 他都不知道相關的當事人 都會收到相關的這個起訴書 所以高宏安我勸你 如果對司法不夠了解的話 找一個好的律師 好好的去 這個進行你的這個司法追訴 為你的司法權益來這個爭取 而不要在外面繼續胡扯 特別是這個趙少康先生的那個那個專訪 類似這樣的專訪 千萬不要再上了 好 那我們來看 越來越多的對話曝光 這個是小兔跟陳煥宇 因為陳煥宇後來也是他的辦公室主任 他們的對話 而且前面的我們等一下再看 先看是去年十一月 去年十一月就是這個案子 其實已經曝光了 大家都在討論 陳煥宇這個小兔 這應該是小兔講 他說高宏安講回捐根本不對 因為他講回捐 才會引發這麼多爭議 不是樂捐就是勞動條件之一 這個是不是跟剛剛小兔 跟那一位陳姓助理講的是很類似 就是說反正就一口架 但是你要來嘛 你要答應我一個附帶條件 就是你的薪水跟交換費 可能要扣回來 高宏安一開始花錢買了樂捐 兩個字這指的應該是他在買網路的關鍵字 又自己加上一些形容詞 他背後有董 這個不知道哪一位董 銀行有一千三百多萬 難看 讓人無法自信 不過福報的部分 高宏安都有簽名 他也確實知道 後來小兔很不滿 他說高宏安 所以他小姐以為推到我身上就沒事 因為當時高宏安是把責任推給小兔的 好 所以呢 這個是這個他跟陳煥宇的這個LINE的對話 那高宏安他們辯護支持是這樣說的 說助理都有工作的事實 但是黃帝穎 帝穎在我們現場 他小兔跟助理吳達瑋的對話紀錄 他跟吳達瑋對話紀錄是什麼呢 這裡面提到說加班費 這項目不是時暴時消 都拿助理人頭領出退現金 所以黃帝穎就拿這句話說 你這根本就是 你自己都承認助理當人頭退現金 結果新竹市政府怎麼說呢 說這個司書庭回籍說 有心人士 黃帝穎是有心人士 不應該為了帶風向斷章取義 惡意片面解讀 帝穎你怎麼看這個事 這個事情關新竹市政有關嗎 沒關係 所以代表高宏安 他其實邏輯前後都一致 就他的習慣就是公私不分 公器失用 從乍領助理費 到現在新竹市政府也是一樣 因為新竹市政府發言人 領的是納稅人的血汗錢 他要處理的是新竹市的證物 高宏安個人貪毒案件 是他個人貪污的案件 跟新竹市政一點關係都沒有 結果他讓發言人跑出來 回應幫他自己的貪污案做辯解 這第一個成 代表說 他過去公私不分 到現在為止 在新竹市 還是一樣公私不分 跟貪污助理費是一樣 第二個是什麼 他的回應是說 你不要斷章取義 然後你是有心人事 他從頭到尾 沒辦法回應 對 他沒辦法回應 整個我們講說 這個證據對話 那個助理講說 這個就是有 不是時暴時消 這些實質的內容 他已經無力回應了 他已經沒辦法去辯辯解 說我當時在專訪上說 助理都真的有實際工作 實際加班 所以他拿了錢 就證據顯現出來之後 高宏安已經沒有辦法回答 他說不要斷章取義 所以他沒有辦法實質回答 最後一個是 其實他說 不要帶風向 其實這句話 其實是講給高宏安聽 這個案子起訴之後 是高宏安接受專訪 他跑去專訪上面講說 我的助理都有實際工作 他們志願回捐 講了這些話之後 社會才會拿出起訴書 比較相關對話的證據清單 去回應他 所以真的去帶風向 是起訴之後的高宏安 接受媒體專訪 召開記者會 去對檢察官進行控訴 去罵檢察官 企圖用政治干預司法 其實是高宏安帶風向 社會才會拿著起訴的內容 去跟高宏安說 你不要再說謊 你是電視謊話冠軍 所以這個是非常荒謬的 你看今天在出現的 這個證詞的內容 剛剛那個晃哥特別講到 這個誠信助理 他只領到一次三千七 他在質疑是說 我加班的時數很多 為什麼只有一次三千七 原來是特定的 所謂的四個人 要把他領滿 有配合要上繳的人 才可以領到加班費 你其他的人 就算加班時數再怎麼長 像這個誠信助理 他就算加班時間 現在怎麼長 時數不符 他說這次錢有點少 實際上你就是領不到 加班費一口價的意思 就是說 其實你不是配合在詐取的人 誠信助理 為什麼沒被起訴 他沒有配合詐取 他就比較尾端的 所以你不是他的核心 你沒有配合高宏安 在詐領這個助理費 你不是配合的共犯 所以你沒有被起訴 那這也萬幸 還好他不是配合的共犯 不然他在這個案子裡面 他也是一個被告 另外一個是誰 這個謝寧 幫這個等於是幫高宏安 去登記參選這個黨代表 民眾黨代表 他裡面 會不會被檢察官拿他的證詞來用 他第一個他說 他不知道有加班費 當一個助理 一般的勞動條件 有加班就有加班費 他在這邊就不知道 他有加班費 他說那你登記費用 怎麼 為什麼可以請你這三千塊登記費用 他說我們這邊相關的費用 像一般參費 要看委員同不同意 能夠請這個那個零用金 包括這個登記費 請零用金也是看委員同意 檢察官就抓了這個證詞說原來實質上在使用這個所謂公積金也好 或零用金也好 不管是什麼 用這些助理的費用 用這些公款的 就是高宏安決定 所以換句話說 就是這些證詞證明高宏安可以決定 加班費 哪些人有 哪些人沒有 有上繳的有 那沒有上繳的 你就掃掃的 另外一個是原來這些錢的決定 最終的決定 就是委員決定 這樣的證詞 其實符合經驗法則 委員才是這個老闆 他要推給小兔 為什麼小兔在後面的這個被摘入的對話內容會不滿 你怎麼可能讓一個辦公室的主任 決定哪些人來配合上繳 哪些人要交 加班費要繳多少 薪資多少 這不符合經驗法則 主任不會 一定是老闆 老闆才在決定錢 所以這才是符合一般所謂 我們在作證上面的經驗法則 代表高宏安在節目上面講說助理有實際工作被打臉 這些助理的證詞 全部打臉他 實際工作跟加班的內容 顯然是以少報多 報進來的都跑到高宏安的小金庫 拿去做適用 買什麼雙眼皮貼等等 這個案子其實不是檢察官打他臉 這個案子其實會收到起訴書的 整份這個上面 清單上面的人都會收到起訴書 完整版 包括高宏安 所有被告五個 十二 七個辯護人 一共十二個 對 告發人有可能會收到 我們再長的 告發人再長 我剛才問他 他說還沒收到 但是他是有權可以 有可能會收到 但是他可能住比較遠 可能沒有 檢察官他其實有時候會忘記 告發人 因為告發人的角色是舉發 只有告發而已 但是案子的被告跟辯護人 至少這十二個都已經有了 所以不是說 我要這樣強調是說 北檢他不是 他就指控說 為什麼我專訪完之後 就有一些筆錄的內容 好像打他臉 他說為什麼會外泄 這沒有泄密的問題 案件已經增結起訴了 就不會有外泄的問題 整份起訴書 其實就算檢察官拿出來 都沒有問題 那更何況這個案子 其實有十二個人有 不是北檢的所謂檢察官的外泄 那也再次證明說 高宏安在這裡面去質疑說 怎麼會外泄 講一些奇怪的話 代表說他心虛 他看完證據之後 已經無言以對 所以他昨天透過新竹市的發言人 當作他充當個人的辯護的內容 講不出個所以然 其實電影的邏輯很簡單 法律有時候沒那麼複雜 高宏安的說詞是說這筆錢公積金是所有的助理 大家資源樂捐的有一筆錢 那如果是假設他說的為真 那會發生兩件事 第一個 這筆錢的動資不是高宏安決定 因為你沒出錢 你啊 我們大家一人出五百塊一個月 然後要花什麼錢的時候 難道要叫一個沒出錢的決定 因為是我們大家大家同意 待會去買個珍奶 吃個鹽酥雞之類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邏輯就是說 這個帳應該是大家都有權力看 比如說我們通常常見做法是公布在公布欄 或者說大家群組裡面說 這個靖遠我跟你講 這個因為我們公積金這個帳號 大概用這樣你有沒有什麼意見 沒意見OK就決定了 不會是沒出錢的人決定 這個叫做嘗試 就是電影講的經驗法則 上個月23號以立委婦婚期助理身份 跟郭台銘聲聲花臉共電記 他事前高宏安辦公室助理謝寧 以證人身份出庭時 他證實2020年高宏安任職 中張投黨部主委時 不斷勸進他選民眾黨的彰化黨代表 更答應幫他出三千元登記費 請他去跟小兔黃慧文請款 但當時他對於這筆錢 怎麼來毫無知情 而檢察官根據憲定證詞 認定高宏安對零用金使用 居有決定選 這個辦公室有經過高宏安的同意 所以才可以支出這一筆 他一直踩著那條線說 我沒有犯法 或者是說我不知道這個狀況之下 那其實會造成後續 會更多更多的延燒的效率 以前高辦辦公室主任 陳慧瑜也在偵查中自白 民眾黨在台中市和平區長補選的 選目之初 也由小金庫指引 如果經過法定證據方法的調查 確實可以認定高宏安對小金庫 有實質的控制或支配力的話 那法官可以作為有最新政策才能決定 也支持高宏安市長 可以提出更多的證據 來捍衛他自己的權益跟清白 隨時辦公室助理政策一一曝光 高辦林用金奪命帳目 有沒有國庫從黨庫嫌疑 將會越來越清晰 不過我請教一下這個 冠年 這個就是謝寧 他自己承認 他說他選民眾黨的黨代表 因為你們黨代表登記費是三千塊 是高宏安從林用金支出 從公寄金支出 而且他說要委員同意才可以動用 動用聯用金 如果不確定是不是可以請款 黃慧文會去問委員 所以國庫通黨庫 這顯然是事實 現在已經有兩筆了 陳煥宇講一筆說是和平區黨部的選舉 區長選舉 還有這個謝寧 那後面還有沒有更多的 我送給高宏安八個字 人情冷暖保持初衷 我當時出來當然是因為助理 那現在助理的對話也出來了 剛剛主持人講到 有兩筆是用作黨務的費用 那陳煥宇說的 當然我回去又再翻一下資料 這邊是2020年的11月14號 有一筆支出叫做 你可以看代號是N14 那這邊的說明是 黨員座談會的午餐費 那支出是700多塊 後面的備注是委員請款 那這個收據長得怎麼樣呢 這個應該是小兔著名的 在左上角有一個黨員座談會的午餐費 然後這邊有一個鉛筆說的 委員請款 然後餐費 然後779元 然後這裡是台中市大理區 我回去又翻了 那一天11月14號 就是台中大理區的黨員座談會 他的時間是1點30分 所以這午餐費我推論 應該是高雄安到台中以後 找一個地方吃午餐 然後把這個收據請出來 可是後來應該是忘記 可能是助理忘記 把這個費用給台中市黨部來報支 然後所以這張單據變成沒得報支 拿回來辦公室報支 我看到這個真的是一團爛仗 除了陳煥宇說的 除了謝寧說的 還有這個 這個是我回去仔細翻才翻出來 所以我還是堅持我去年講的 不要因為高雄安拖垮民眾黨 也不要因為高雄安拖垮 大家對於這個第三勢力改革的信任 這個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嚴重 我剛剛為什麼說人情冷暖 去年高雄安是靠幾個人選上的 第一個是許秀瑞 第二個是他跟著這個宣董 然後還有楊文科 到今天為止 這三個人都沒有出來 為高雄安說了半句話 去年的時候 有人批評我說 你怎麼會是把這個證據拿出來 我當然說是我為了助理 為了他們被打壓被脅迫 甚至被高雄安要求某一種說法 去年沒有人相信我 可是今天大家回來說 我說的對 當初你應該說的是真的 那新竹市的選舉應該 或是說新竹市的市政 或是首長做的這種事情 應該要給新竹市的市民 重新的一個選擇 這就是人情冷暖 你當初這件事情 沒有報紙的初衷 你還在 到現在還在上節目來說 這個是助理自願的 所以隔天才會有聯合報說 把陳煥宇的對話出來 助理 都已經跟這個檢察官說了他們的事實 也把對話給檢察官 你今天還在節目上 運用你的政治權利 運用你的媒體權利來說這件事情 這個助理都看在眼裡 好 那今天檢方是 辦的案子的期間 就是109年的2月到11月 就是我把助理所有的證據 還有帳本交出去的那段時間 那我相信檢方應該也會約談 其他當時候的助理 看有沒有其他帳簿 那我自己的判斷是這樣 可能會在台中市黨部有個帳簿 可是我不知道現在是誰出力 當初 我去年也有在這個節目講過 這個帳簿是 小兔在109年要離職以後 對 他當著高宏安的面 把他所有的帳本跟證據 都當著他面 從電腦中銷毀 可是小兔認為這個一定 要自保 為了保留 所以他在自己家裡有備份 所以高宏安說 他自己現在都沒有 這個這一份帳本 或是單據 我認為是有可能的 那台中那一份 我不知道他最後是交給誰 或是交給 或是有沒有銷毀 但是我認為 現在在這個 我覺得現在 可以看到的證據 就是我覺得 高宏安就是 把台中的帳 然後把他自己的帳 把國會的帳 都是一團混亂 那光這件事情 我就認為他應該 早日向 檢方或向法院 承認他做這件事 不要再用自己的權力 脅迫助理 所以你剛剛講到說 小兔是 小兔什麼時候離職的 應該是109年年底 就是2020年的年底離職 好 現在是2023年 也就是說 到現在不到三年的時間 如果是一個 一般正常的公司 會計帳的資料 至少保留五年 那如果高宏安 覺得你這個帳 沒有問題 為什麼要 離職前 當著你的面 把它銷毀 那是不是代表你 你認為這個帳 不能不能見光 不能留底 好 那現在從我們剛剛前面 討論 大概確定兩件事 第一個 國庫真的有通檔庫 金額多少 不重要 重點是國庫通檔庫 這是事實 另外一個就是說 助理的加班費 其實助理真的領不到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我覺得這個證據 我請教一下 這個千惠 這個證據有可能真的就是炸領助理費 這個人叫水母 就是唯一不認罪 後來起訴 然後沒有被求取比較輕的 這對話很長 從三月開始 一路對話到十月十九號 一開始就告訴他說 你可能薪水會多了一筆錢 但是那是辦公室費用 你要還我等等 因為他怕水母不知道 一路下去 關鍵的對話在這裡 水母他有跟小兔講說 他做到八月三十一號 所以請注意 是做到八月三十一號 所以八月份的加班費 應該是九月中 大概十五十六十七 這三天可能會進到帳戶裡面 所以到十月六號的時候 小兔跟他講 水母九月份的加班費 還要請你幫忙領 抱歉 到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九號的時候 他再次提醒說 水母上次請你幫忙領加班費的部分 十六號已經入帳了 金額是一六二五六 有空來辦公室 麻煩給我謝謝 也就是說水母八月底離職 那為什麼 前回為什麼九月份 還有加班費可以領 所以他就證實說那個 他其實知道說所有這些助理 都在幫他領加班費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高宏安真的非常奇怪 而且我也奉勸高宏安 不要再硬拗了 為什麼呢 因為高宏安 剛剛定音講嘛 高宏安懷疑說 為什麼這些資料會外洩 我告訴你 為什麼這些資料會外洩 就是你自己害的 如果你今天啊 那個那麼高 因為八月十四號 那個被宣佈起訴嘛 如果你之後 你不上那個友台的節目 然後來去那邊大發 靠發議論 然後批評檢察官 我想都不會有後續的這些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哪個幕僚 我剛剛建議說 你要那個上節目來喊冤 而且我覺得是越喊越糟 然後呢 我覺得這個幕僚應該要開除 怎麼建議老闆 做這麼差的一個事情呢 而且我覺得啦 我覺得應該是所有的 就是很多的助理 因為剛剛定音說 其實有十幾個人 都可以拿到這份起訴書 那我相信呢 也是應該是這些助理 看到了這些內容 非常的不爽跟不滿 就想說你好像把責任 都推到我們身上 而且那個小兔也有講啊 他就說 這位小姐以為推到我身上 就沒事嗎 就代表說 其實這些助理都知道說 高宏安想要切割他們 然後呢 把這些事情都推在助理身上 所以助理才會不滿啊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事情爆發出來 像剛剛晃哥 剛剛念了說 他跟那個王玉文的那個賴對話裡面 說什麼 九月份的加班費要你領啊 可是呢 那個什麼水母 其實已經到八月就離職了嘛 你知道嗎 原先的起訴書 新聞稿的起訴書裡面 其實是沒有這些內容的 沒有這一段 對 就是完全是沒有這些內容 那為什麼這些東西會出來 那就一定是有些助理 真的很不爽嘛 就想說 那你都要推給我了 那我就乾脆都把它爆出來好了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 我們看到的這些內容 那我覺得其實不是只有 那個小兔跟那個水母的對話 可以證實說 其實高宏安知道說 他們都在領助理費的這些事情 還有包括說 小兔跟那個陳煥宇的對話 他其實裡面他在2020年12月22號的對話裡面 他其實陳煥宇有講說 那個加班費 好像這個數字是我立月來領的最少的 好吧 可能是因為我加班爆炸之類的 而且他還說呢 我談薪水的時候呢 就是一價到底 我都不奢望有加班費 他每個月給我多少 就是我賺到 所以你看看助理的心裡 會不會覺得很哀怨啊 就是我當時的薪水是一口價 可是你去老闆叫我去幫忙去報這些福 報的加班費 可是那些加班費沒有用在我身上 然後呢 我領到這些獎金 好像我還要看看你的 好像是你你那個施捨給我的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我覺得對助理來講 當然都是很多很多的不滿 所以才會有我們後續這些東西一直看 一直爆出來 而且你知道嗎 小兔跟那個陳煥宇的對話裡面 還有講到一件事說 小兔有跟那個陳煥宇講說 換你這兩天我想到一件事所得稅申報 他說你的薪資部分有幫委員領不少 我問你啊 一個助理的薪水 為什麼會有去幫委員領的 這是很奇怪 因為就是要拿出來變工基金嘛 對嘛 所以就是我幫委員領不少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那些對話 其實都在在證實說 高宏安確實是在詐領這些加班費 所以我在勸高宏安 真的不要再硬拗了 我覺得他看到了上次 去年他選舉的那時候狀況 因為那時候確實這個 詐領處理費的事情是被 那個國民黨林根源爆出來的 那你記不記得那時候高宏安其實也是在打一種 哀兵策略 一直在喊冤說我是被迫害啊 然後我是被政治追殺 那我覺得這次他的手法其實是跟去年的手法是一樣的 他也是在複製這樣一個同樣的一個手法 但我覺得他忽略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去年打這樣的悲情牌 或者是說他喊政治追殺其實是有用的 是因為那時候沒有被起訴 對 可是今年我覺得那個情況完全不一樣了 今年的狀況就是說其實檢查官已經起訴了這個案子 那你被架領跟貪污的部分其實是最正確鑿的 你沒有辦法再凹下去了 所以你現在不斷地在打這些悲情牌啊 我覺得對高宏安來講其實都沒有太大用處 高宏安除了這些問題之外 他搞不好會多一條罪喔 因為在起訴書裡面也揭露了 他有一個助理是永林基金會透過另外一家網路公司 付錢幫他請的助理 那這裡面有沒有涉及違法的問題呢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繼續討論 好高宏安除了把助理當人頭領 領加班費之外呢 把國庫通黨庫還有一個問題 他可能有收受並不是合法的政治獻金 這個是曾經當過他一個月助理的叫Z9 他本名叫吳達偉 他自己在調查局裡面證稱 因為高宏安另外需要助理 所以請他幫忙找一位誠信助理 這位誠信助理後來也去作證 透過Z9開的公司叫利9 付薪資給誠信助理 利9公司再跟永林請款 一個月是多少錢呢 每個月10萬 提供什麼網路社群 及顧問管理服務 按月領10萬 那這位誠信助理可以領多少錢呢 四超貓很厲害 他去找到這個誠信助理前一個工作 說他前一個工作 大概是經營一個差不多 規模不是很大的粉專 大概一個月4萬多一點點 所以我想 這行情嘛 如果你真的當網路小編 或是頂多幫你派現已經一個月 應該也領不了10萬嘛 所以吳達尾這樣過一手 這生意蠻好賺的 就是這個人力仲介 蠻好賺的 所以這個 而且這位誠信助理 證證還提到 他說辦公室帳上支出什麼小叮噹爆枕蜂蜜 草莓手機支架 都是高宏安買來私用 他的證詞還提到 一直認為請款的零用金 是高宏安自己拿錢出來的 只要跟委員相關的開銷 都可以用零用金來請款 是委員需求才會幫委員買東西 助理們不會自己擅自開銷 黃惠文的帳也不會給大家看 所以這已經是第幾個助理證明這個錢 只有高宏安能動對不對 所以苦林大哥 這個不是很明顯嗎 這十萬 永齡的十萬透過Z9 然後幫高宏安請助理 其他一部分錢去哪裡說實在 我也不知道了 我這陣子看政論節目 都感覺很像是在看去年十一月的重播 我都懷疑有沒有哪一台是拿舊節目來播的 因為我們都講了這麼多次 所以現在臺灣從 以前臺灣講說有綠陣營跟非綠陣營 我覺得臺灣現在有高陣營跟非高陣營 我們都是非高的 然後那種高陣營的人 他就死也要相信 他們甚至為了證明高宏安 說四十六萬不算多 不算貪污 他們還自首 所以我去公司 我也拿過公司 什麼原資筆一打回家 比如說我拿過公司的帳篷回家 你居然用這種方式來證明高宏安無辜 結果有人就被公司開除了 有人就被告了 莫名其妙一直在傻 真的有這麼蠢的人嗎 你去看就知道 所以我現在要對這些高陣營的人 我要好好跟你們講一下 你們平靜靜靜聽我說 那高宏安三個爭議 第一個就是說有沒有福報加班費 他說沒有 都有工作 那你們認為有 有工作 那第二個就是說到底有沒有樂捐 高宏安說是大家自己樂意捐的 不是被勒索捐的樂捐 第三個就是說這錢我們來私用 那我們就剛剛講這一點 我們給大家用看的比較清楚 8月26號水母跟小杜說他做到8月底 8月31號跟小杜說今天是最後一天 10月6號他已經離職一個多月之後 水母說9月份的加班費 還是要請你幫忙領 抱歉 換句話說水母都不在了 他當然沒有加班 那這個加班費不是炸領 不是福報是什麼 而且你說領了之後 10月19號小杜說水母 上次請你幫忙領的加班費 已經入帳了 金額是16256 有空麻煩拿來辦公室給我 這麼確鑿的證據 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對不對 你全都不要講 你這是不是謊報 是不是福報 是不是炸領 那炸領的人之前有多少的民意代表 不管哪一黨是什麼下場 你還不知道嗎 我覺得很奇怪 我對這個匪逃匪非常的失望 你碰到法律的問題 你法律攻防嘛 你的副市長不是資深的這個檢察官嗎 對不對 結果你這樣去攻擊檢察官 你有沒有問他的心理怎麼想 你把檢察官都說什麼 對不對 你怎麼不叫他教教你 應該怎麼來做法律的攻防呢 然後你在怪這些律師 說黃帝黃帝你是有心人 我跟你講我們這邊都是有心人 不像你們是沒良心的 對不對 那不然這樣講 洪海一百個律師 為什麼沒有一個律師 全台灣沒有一個律師敢公開出來 不管在這個電視媒體 或者在這個網路媒體 在自媒體說 替高文安講話 沒有嘛 為什麼 因為這最正確鑿的事情 既然講說我們對他未審先判 我跟你講 誰對他未審先判 柯文哲 柯文哲說他沒有貪污的企圖 那什麼意思 就是這電影常常用嘛 說我們這個人雖然有犯罪 但他沒有這個企圖 對不對 那就是有犯罪的貪污的事實了嘛 不然你幹嘛講 沒有貪污的企圖 你直接講沒有貪污就好了嘛 那第二個 郭台銘說 我看起訴書也才46萬嘛 你應該說 他一毛都沒貪 你才說貪46萬 不算多嗎 所以也承認他有貪 對啊 有貪 那不然你幹嘛說 才46萬 你還說一幾毛錢都沒有 更有更妙的黃珊珊 唯一一個幫這個這個高雄灣說話的律師 他說那個不算是貪污 那個是詐欺 他說那是詐欺 因為高檢署有說明 就是公務員如果自己扶報 這個加班費 這算是詐欺 詐欺沒有犯法嗎 對啊 所以黃珊在ETR認罪 黃珊一直說罪比較 我們找比較輕的罪 這樣 所以我覺得你到底是誰 這是誰未審先判 這三個人未審先判 我覺得這個很可怕 就是說政治人物 你不能在大家集體的 在摧毀司法的公信力 司法是民主的最後一道防線 如果沒有司法 我們還能相信什麼 我們敢在這裡說這些 說那些 這是我們的言論自由 但是我們如果侵害別人的權益 我們也是要被告 要負法律責任的 所以你把這個司法摧毀 我們都不要相信司法 司法都是騙人的 都是政治破壞 那我請問你 所有這些曾經被起訴的 詐領助理費的人算什麼 那我請問你 你為什麼還要調查 什麼光電案 什麼案 反正你們都不相信司法 為什麼還要調查這些案子 為了黨派的利益 不惜來摧毀司法 在人民心中 已經所剩無幾的這種公信力 那這個是會嚴重的 強害到台灣的民主 那我請教一下 蒂穎 這個行為有沒有違法 就是永齡一個月十萬 透過一家公司 然後幫高雄安 請了一個助理 這樣有沒有違法 他其實是有一個 檢察官在起訴書裡面 特別把他點出來 永圈基金會 就我們剛才講的永齡 他說令每月十萬元 支應與利久的這個公司 但是檢察官後面所講的 這句話其實是重點 他說什麼 他是用來協助其從事立法委員職務 實質認定 政治獻金法的規定 就是你實質認定 誰收到那個好處 哪怕你中間再經過轉手 經過一家公司的轉手 實質還是到高雄安 實質協助他立法委員的職務 那照政治獻金法的規定 你不是候選人 沒辦法申請政治獻金專戶 就不是你參選的 沒有政治獻金專戶 你卻收取政治獻金 在政治獻金法第二十六條的規定 他是處三年以下的行徒刑 所以這個案子 其實留了一個伏筆 是送的人有罪 還是收的 收的人有罪 所以是高雄安 他去非法收了政治獻金 那這個非法政治獻金 每個月十萬元 實質上是實質 協助其立法委員職務 實質認定 所以好處 不論他經過棘手 轉過棘手 到最後還是回到高雄安身上 這個案子有可能 我看上禮拜好像已經有人 跑去連政署檢舉 對 所以到連政署檢舉 他應該理論上就可以分 另外一個案子 為什麼很容易分案 因為北檢的起訴書裡面 把他載明了 有這件事情 所以對於未來 不論是連政署 或者是調查站 他只要看到這個內容 只有犯罪嫌疑 尤其又有人跑去舉發了 他就可以再立一個政治獻金法的案子 那其實比較嚴肅的問題是什麼 那個檢舉的內容 還包括說 他認為說會不會跟這個 因為有永齡 來自於永齡 會不會跟他的相關的質詢 或提案跟機器人有關 形成對價性 如果是形成對價性的話 他會變成 有沒有印象去 2020年有一個立委集體貪讀案 他是說 因為你立委的職權 不論是質詢 公聽會 或者提案 形成對價性的時候 他叫做不違背職務收會罪 那一樣是七年以上的重罪 所以那群 當時好幾個立委 有收押的 你講就那個收購 收購的案子 但是我記得檢察官起訴 是連開記者會都算 對 沒有錯 開記者會也算 所以同樣的 如果今天他跟他機器人相關的質詢 或提案有關 你又收受了這樣的一個 每個月十萬塊的不法利益 形成對價性的話 會跟當時的這個收購的 這個立委集體貪讀案 同一個罪名 同一個罪名 會另外再偵辦 他又多兩條罪 你的意思 對 越來越多的感覺 我說選一個 一個是 如果只有政治獻金法是輕的 對 三年以下而已 但是如果你說了不法 政治獻金 卻跟他的立委的職權 發生對價關係的時候 他就會上升到貪污之罪的案子 所以這個案子 我要這樣講 高黃案其實有兩個伏筆 目前從起訴書的內容看起來 他只針對這個小兔 那一年的仗冊 對的範圍 進行鞏固證詞 進行相關證人的比對 然後把證據清單弄好 此部分起訴 但是合理的懷疑是說 他同樣的行為 要大家上繳助理費 要大家上繳這個加班費 這樣的方式 在後面的兩年任期 有沒有同樣的情況 我看週刊的統計說 這樣子應該會到達兩百萬的 不法利益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後面的兩年 有相關的證據 另外千分 你看郭董說的對 怎麼可能只貪四十六萬 郭董先知 另外一個就是剛才講的政治獻金 在這邊檢察官的起訴書留了一個伏筆 可以再另外再分這個案子 好 那我們現在來跟這個旅美的教授 翁達瑞翁教授 本名陳時分的陳教授 來 郭董你好 你怎麼看他這個案子 還有他這個整個犯後的態度 你有什麼評論 高鴻安真的是一個人才 只是說這個人才 他走錯路了 我看了他這個在 趙少康的節目上頭的那個訪問 我整個看過了 我真的不說他是人才 因為他說謊跟呼吸一樣困難 跟呼吸一樣的自然 那他還是漏了線 你可以去看一下他那個接收趙少康的那個訪問 他用了很多補強語氣的罪字 比如說其實他講了很多次的其實 我沒有仔細算 我想上百次沒有 他也常常講真的 絕對完全從來沒有等等這些加強語氣的話 那通常的一個人說謊 就會用這些補強語氣的這些話 就會用得出來 那他在整個訪問 所謂他犯後態度不佳 大概可以從三個角度來看 那第一個他當然就是攻擊檢察官 攻擊檢調 那我要告訴高鴻安 你真的對檢察官有什麼樣的問題 應該是到法院去告訴法官 不是在媒體攻擊檢察官 從訴訟策略的角度來講 這應該是在班師頭扎自己的腳 這是第一個 他第二個策略 就是狡辯 狡辯 比如說他一直在講說 我的助理有工作 怎麼叫貪污 我的助理有加班 他一直在把焦點放在有沒有加班 而不是在有沒有虛報加班倍 所以這是他的狡辯 他第三個手法就是轉移焦點 我們在做貪污的調查 重點是在說你的錢怎麼來 你這些錢是怎麼來的 這是貪污調查的重點 至於你貪污的錢怎麼花的 這老實講不重要 那高宏安整個在接受訪問的過程當中 他轉移焦點 他把他所有的時間都幾乎放在錢怎麼花 我看了一下整個數字就是說 不管錢的用途怎麼樣 公積金從助理這邊大概是不到一點的時間 捐了將近60萬 我們就用常識來判斷 這些大學畢業沒有多久的年輕人 到立法院去當助理 辛辛苦苦的早上加班 週末加班 然後我不曉得他總共有幾個助理 假設有五個助理 60萬表示一個助理不到一年當中捐12萬 這會是自願的嗎 這很難說服人 那麼高宏安轉移焦點的作法 狡辯的作法 其實老實講就是在考驗一般人民的諮商 也在考驗檢調跟法官的諮商 教授我看媒體報導 你形容高宏安的心態跟老賊一樣 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比喻 這樣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都走過 當初國民黨萬聯國會 然後就是說 黨國權貴享盡特權的年代 我們都走過 那這些人就說他想盡特權 但是他老實講 也會有覺得不好意思的時候 這以前的這些黨國權貴真的是犯了錯 你說我們講一個就李慶安好了 拿了美國的護照 還去質疑對手政黨的人拿了美國護照 當這些不堪的事情出來的時候 他們真的就是銷售逆擊 他們不敢再出來媒體出來 為他們的惡行來做狡辯 那高宏安這個就是說 你也想盡特權 你做了很多的事情 錯誤的事情 是證據缺少 可是他繼續說謊 而且臉不紅氣不喘 他是在我們台灣民主連帶 受教育長大的小孩子 照理說是應該很健康 很陽光 很誠實 可是他狡辯的態度 讓我覺得很難過 就是說到底我們的教育 什麼地方出了問題 我們就再回頭來看 就是說 趙少康在訪問的過程當中 有問到論文的事情 高宏安繼續在講說 先進那題給他email 跟他講沒有抄襲的問題 先進那題已經環塌清白 這個是老掉牙的狡辯 而且早就已經被揭穿了 他繼續講 然後談到他的論文 整個被永久下架 他必有不談 然後他現在在攻擊 剪掉的這個手法 跟當初我揭發他論文抄襲 在攻擊我的手法一模一樣 他現在在攻擊資策會 所用的用語 跟當初在攻擊我一模一樣 那你做錯事情 證據確証攤在前面 你竟然還可以這樣攻擊對手 就是說我們要講廉詞的這個程度 這真的是差乎我的想像之外 好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休息一下 我們整個學問一下